小鸡 鸡鸡 鸡鸡是一只小鸡 它非常饿 有一天它在地面上寻找食物 突然一颗坚果从树上掉了下来 坚果砸在了鸡鸡的头上 哎哟 天药塌下来了 我得去告诉国王 鸡鸡说 它跑过谷仓 哦 鸡鸡 你要去哪儿 公鸡窝窝问 天药塌下来了 我得去告诉国王 你要和我一起去吗 鸡鸡说 嗯 好的 公鸡窝窝说 它们跑着经过了一个湖 呱呱呱 小鸡 鸡鸡和公鸡窝窝 你们要去哪儿 鸭子呱呱问 天药塌下来了 我们得去告诉国王 你要和我们一起去吗 它们说 好的 鸭子呱呱呱呱 小鸡呱呱呱呱 他们跑进了森林 咕咕咕 小鸡鸡鸡 公鸡窝窝 鸭子呱呱 小鹅嘎嘎 你们要去哪儿 火鸡咕咕问 天要抬下来了 我们得去告诉国王 你要和我们一起去吗 他们问 好的 火鸡咕咕说 他们跑着经过了一个洞穴 狐狸看到了小鸡鸡鸡 公鸡窝窝 鸭子呱呱 小鹅嘎嘎 和火鸡咕咕 我要先邀请他们来我的洞穴 然后我要把它们吃掉 狐狸说 哎呀 小鸡鸡鸡 公鸡窝窝 鸭子呱呱 小鹅嘎嘎 火鸡咕咕 你们要去哪儿 天要塌下来了 我们得去告诉国王 你要和我们一起去吗 他们问 好的 但是请先来我的洞穴休息一下吧 狐狸说 突然一个坚果从树上掉下来了 它砸到了狐狸的头 不得了了 天要塌下来了 我们得去告诉国王 你们也得一起去 它大叫 但是小鸡鸡鸡 公鸡窝窝 鸭子呱呱 小鹅嘎嘎 火鸡咕咕 回答说 不是天要塌了 是一个坚果 砸在了你的头上 我们回家吧 狐狸却依然不停地说 天要塌下来了 天要塌下来了 小鸡鸡鸡 公鸡窝窝 鸭子呱呱 小鹅嘎嘎 火鸡咕咕 都笑了 狐狸又大叫起来 天要塌下来了 接着 它跑去告诉国王了 小鹅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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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